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的话我们会跟波莉一起讨论一些有关的时事 或者是一些我们最近看到的事物 然后来跟大家多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下面 然后留言跟我们一起互相讨论 那我们今天主题是 你想要做一个你很喜欢的工作 然后永远不退休 还是呢你想要做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 然后赶快存钱40岁就可以马上退休 这样 你想要选哪一个呢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前两周我看的那个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然后今年的那个台湾电影《孤伟》 它也在电影院上映非常好看 就是大家推荐去看 它就是女主角是一个演戏已经62还是63年的阿嬷 对 然后她已经80岁了 她今年就是第一次拿到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 天哪好感动 对就很感动 然后她得奖的时候全场是站起来帮她拍手这样 就真的太感动了 就是站起来而且站着听她讲她的那个得奖感言 那她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 她说就是她没有想要退休 她想要一直演戏演到她就是做轮椅啊 甚至是没有办法动她都还想要继续演 就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退休的这件事情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印象很深刻啊 就是怎么有一个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这么久 然后说话不要退休 对啊 对然后后来过几天我就去跟一个朋友一起吃饭 然后她就说她现在工作很累啊很辛苦啊 可是她想要兼职到40岁 然后赶快存够一笔钱就可以直接退休了这样 那我就觉得这两个东西变成一个很大的对比 对啊 然后说她永远都不退休 那有人说我想要赶快退休 我就在想说如果是我不知道会想要选哪一个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一开始是跟你后面那位朋友一样 很想早点退休 感觉退休之后才可以做很多事 但现在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现在自己是比较偏向像那个阿嬷一样 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然后可以不退休 我可以不退休 因为发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其实是蛮快乐的 而且是你 就算累你也是甘之如意的那种感觉 对啊 因为我之前有做过我不喜欢的工作 然后其实薪水也很好 可是那时候真的会有一个蛮深刻的感觉 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不适合我 对对 我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 对 然后忍耐不了 就是那种很强烈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也很难想象就是 怎么样可以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做到40岁 对我如果做一年 我就会爆掉 对啊我那时候也做一年而已就受不了了 一年是个极限 对啊一年超多 然后还有连到年终就可以离职了 对对大家就会想 年终快到或是奖金快来 就好像可以走了 对啊 但是反过来就在想 就是好像要靠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赚钱 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 对像那个阿嬷他也是做 你说六十 对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然后他才拿到引后 对啊 他这样也很坚持欸 像那个谁梅宜吗 梅宜好像也是类似的情况 就是他距离他上一次拿到那个 那时候 糟糕我忘记美国他们的 奥斯卡吗 你说奥斯卡吗 我忘记这个 对 他拿到奥斯卡的那个间隔很长 他中间都会怀疑自己 又没有就是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 我在想那个阿嬷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啊 六十几年都没有得奖 但还是继续做 他怎么坚持这件事情 对啊 如果是以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 可能就变成说 你做你喜欢的事 可是赚的钱 可能没有那么多 然后又没有得到什么肯定 那你还有办法坚持下去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 都可以再记得跟我们 在我们的留言 或者是写信来给我们 都可以 再跟我们一起讨论 很期待大家的意见哦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那我们这边有收到一些 我们朋友的来信 跟一些留言 那我现在念一些给大家听 像我们这里有一位朋友说 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做只有晚上 而且不能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 虽然听起来乍听之下很奇怪 但我觉得我想分享的是 下面的人他们回的很有创意 有位朋友就回说 这是不是要去 要参加鬼杀队 或者说这真的是我少数想到 真的我只有 一定要两个人一起 然后只能晚上做的事情 那很危险 不然其他事情 其他事情早上其实也不一样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写说 我觉得这个 这有点复杂 但是它是一个桌游的 总颜他就写说 要两十 哦还念错了 三十两米深层 还是要米十养赌摩巴卡 我相信现在看到这里的 就是观众朋友一定觉得 我到底在讲什么 它是游戏啦 我就跟大家讲游戏 看你是要说他 还是要文扎文大 他的意思是这个 哦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分享他的想法 他写了一篇小作文给我们 那总而言之呢 他是有提到说 其实四十岁就有钱 可以直接退休 其实真的很诱人 但他也有一些朋友 因为这样而赔掉了一些 没办法换回来的东西 像是健康啊 或是心灵上的一些影响 甚至是跟家人的关系 嗯 但他说如果真的有需要 为了五斗米遮药的时候 就去折吧 但是你要想清楚 自己到底需要的东西 是不是有必要为了 为了这个目标 而去牺牲掉这些 无法换回的东西 哦 是 好 然后再下一位呢 他其实就有讲到 他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假议题 哦 对 因为他说 其实如果你真的 对于自己现在的工作 非常的喜欢 非常满意的话 你根本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切入点 嗯 然后最后一位呢 他就又另外一位 呃 maybe是网红吧 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他是写 拜曼国夫妻 哈哈 的一句话来总结给我们当答案 就是赚钱不是唯一的目的 当你的人生有这样意义之后 赚钱只是你帮助别人的附加价值 所以他决定会 他的答案会是选择签证 因为只有做自己热爱的工作 才能把自己的潜能帮到最大 哦 是 我觉得这些观点其实都很不错 因为我也很谢谢大家特地留言给我们 真的 嗯 哈哈哈哈 换我讲了是吗 对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最后这个回答还蛮 对我来说还蛮有一些启发 因为他不是说赚钱不是目的吗 嗯 对 但我也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说虽然赚钱不是目的 可是没有赚钱 好像也不行 对 要怎么过下去这样 对因为我就想到一个我的前辈啊 我很佩服的一个前辈 就是他叫靳梅姐 我都叫他靳梅姐 就是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他年纪其实跟我妈已经差不多了 可是你看他的外表啊 或者是你跟他聊天 完全看不出来 就很年轻 他是自己带大三个小孩 然后他跟他女儿感情都非常非常好 他的职业是做那个保险的业务员 那他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资深的那个区经理了 嗯 他以前就有跟我讲过说 他年轻的时候 因为都要回家雇小孩 所以很多业务员要 晚上还可以继续跑客户啊 赚业绩 可是他都不行 他傍晚就要去接小孩 就要回家煮饭 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对 就是要陪家人 要照顾女儿 所以虽然说好像放弃了 一些就是赚钱的机会 对 没办法像人家一样一直一直去跑客户 可是当他在跟他的保护去谈说 他要先回家 是为了顾小孩 对 他觉得反而保护都能接受 而且他们都变得很久很久的那种好朋友 哦好棒哦 对 然后他到现在女儿也都大了 很多也都开始承接他的事业 在一起做保险 然后保护都变朋友 我甚至有听过他去帮忙 根本就没有跟他买保险的人 去帮他谈和解啊什么的 就是他是很愿意去帮助别人的 因为他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 他连车祸怎么和解怎么谈 他都知道 嗯 当然 对 然后他现在也已经开始会学 冲咖啡啊 学古钱 好酷哦 学书法 他有学花艺 他有插花 插到那个他都会 好厉害哦 对 然后他说这些东西他学了之后 还可以跟他的保护分享 然后还可以冲咖啡 然后泡给他们喝 对 然后还可以帮插花 有插到他会去帮忙 然后他那时候就讲说 他觉得工作跟他生活就是 是同一件事情 听起来好棒 对 他觉得每天都可以做这些 他喜欢的事情 然后又可以照顾他的保护 又可以赚钱 他觉得他一直想要一直做 然后都做到他不能做 不要退休这样 我每次听他在讲他的工作 都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其实这就已经是把工作跟生活 摆在一起放了 就不像我们这个问题 其实算是有点分开 对 嗯 因为像我另外一位朋友 他也是看到我们这个影片之后 他也有在影片下面跟在IG下面 其实都有留言 他就有回答说 他其实是比较喜欢 就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他虽然回答很简单 但因为我自己本人知道 他的一些工作的故事 他在讲到绘本这部分的时候 眼睛真的是会闪闪发亮 尤其是最明显的一次例子就是 我们两个都超累的 然后晚上还是要讨论一些东西 但是他一讲到绘本 那开始精神都来了 还要我要阻止 还阻止不来 哈哈哈哈 因为我想睡觉 哈哈哈哈 他可能讲到明天早上都没问题 对啊 但我不行 哈哈哈哈 他可能就是对着睡觉的人 但是他就真的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可以体会到说 他其实回答说 他想要做他自己喜欢的工作 而不退休这件事 他是真的非常有这个认同感在里面的 那我自己也觉得 我自己会做到 会想要是选后面的 后面的 对啊 就是第二个选项 要剥离 哇 我真的 我真的会想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对 因为我自己以前有做过 我不喜欢的工作 不过在影响上 然后就觉得超无聊 就觉得不能接受 对对对 所以 那时候就会比较 那时候也比较年轻吧 你就会觉得说 我要去选我喜欢的工作 这样 那到现在 我会更进一步觉得说 就是 要靠你喜欢的工作 来过活 其实是需要输出很多努力 真的 他要下定决心 所以 我自己虽然会选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可是 我觉得那代表的是 我也 必须有一个认知 就是我要为 这件事情 我可能要做很多的学习 我要知道怎么样用它来赚钱 然后让我可以过好的生活 对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 就是靠戏去 做 就好像会赚包钱啊 什么 梦想就是没饭吃 对 就是E course 没饭吃 对 蛮多人 是抱持这样的想法 像我们有一个朋友 对吧 然后他就也是讲说 他要去做他不喜欢的工作 都是因为他想要赚到一顶大钱之后 对 然后就可以退休 然后还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 对 但是 那他其实内心非常的矛盾 他非常不喜欢这一步工作 但是他还是为了钱 就是去做 但是他也还是很认真 我觉得这一点让我们配足 对 其实可以做到这样 已经相当不容易 就至少他还是认真 对 他还是认真 对啊 因为像有些人就是不认得梦柔 哈哈哈哈 好像能过且过啊 能得过且过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那样也会这么好 不是很好啦 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得过且过的感觉 因为这一方面 可能工作表现也未必会那么好 然后一方面自己其实也觉得好像 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 然后好像也少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算是 对大家都不好的一种感觉 但如果 我觉得应该重点都在 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啊 对对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小题目的总结 那如果大家还是有其他想法 也都可以不吝啬 再去我们的粉丝团 或社团里面 找到这支影片 在下面留言 或甚至寄email给我们都可以 很期待大家来回播 没错 大家拜拜 拜拜 我会不会有什么事吗 不吝啥的吗 不吝啥的吗